疑似没有注意到车高的限制 这货车车顶撞上了天桥而翻覆 昨天早上将近9点 有一名男子驾驶着货柜车 行进花莲县嘉南路天桥下要去卸货 没有想到货柜车的车高约4.4公尺 超过了这天桥的限制 车顶撞上之后而翻覆 货柜撞到凹陷 前挡风玻璃也碎成了蜘蛛网状 索新驾驶当时自行爬出脱困 没有受伤 好大一辆货柜车在道路上行驶 缓慢向右转 没想到行进天桥下却车顶撞桥 车身翻覆 货柜车侧翻90度 前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撞 货柜也撞到凹陷 为什么会撞上天桥 全因车高太高了 超过旁边标示的4公尺限制 转过来要 我只是没有看它的限高 这是差不多 它是高度4.3 这边只有线 20号早上将近9点 一辆货柜一饮车 由北往南 行进花莲线新城乡 嘉南路天桥下 疑似驾驶没注意天桥限制高度 酿成翻覆事故 所幸当时驾驶自行脱困 也没有殃及其他车辆 无人受伤 应该车高为4.4公尺 超过该路桥限制高度4公尺 导致车辆顶部撞击天桥后翻覆 所幸现场无人受伤 驾驶表示 载着圣诞装饰准备去卸货 没想到一个不注意车顶撞天桥 货都还没送到 就先把车撞翻吃上罚单 记者陈景夜花莲报导